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早8点开始 18至20岁的青少年将在慈敏青年电子钱包计划 获得政府发放200令吉电子红包 交通部推出数码海员证 陆赵福表示 只有利于海员文件记录流程 赋予新气息的青年之友计划 将培育有理想抱负及良好价值观的一代人 做好准备 首相达德西安奥认为 这将使我国成为区域伟大的国家 并指这项计划可栽培一代人 有着互相尊重 手足情义 拥抱新科技 且拒绝贪腐 丑视其他种族与虚伪等等价值观 出现一種族�� code 对 who要 tecido 一种族一定会成 실�化 成了大品牊 これ之族的 羽生服真是 人贡献其中而不是 duinter 对其后 忽费心员 特有可能 和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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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骗子 和骗子 骗子 和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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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相安诺促请青年 不要抱持封建及停止的思想 而且不该有破坏国家团结的因素出现 另外首相也透露 从明天早上八点开始 政府将在慈敏青年电子钱包计划之下 发放两百令吉电子红包 给年龄介于十八至二十岁的青少年 首相达德区阿诺 将从明天起到访辽国 展开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 这次与辽国领导人的双边会晤 将建政区域合作的签署 为两国带来社会经济效益 首相安华和我国代表团 将在明天对辽国总理 宋塞西潘敦针对双边关系的方向 进行正式访问 两国领导人将建政两项合作协议 和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 以及意向书的交换仪式 截至目前 我国对辽国的直接投资达八亿美元 涵盖水电项目 农业和脚矿开采 首相安华康里也将礼节 信拜会辽国总统通伦西苏里 国内六州即将迎来州选举 继雪兰儿州议会在前天解散之后 今天吉达州也宣布将在二十八号解散州议会 到新的州政府成立 国内六州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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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其进行州议会 也将农川将在二十八号解释 将其进行州政府成立 国内六州议会 并获得定下预准签署解散州议会的公告 以进行州选举 交通部与科医部还有首相署行政现代化 及管理策划单位展开合作 推出数码海源证 交通部长陆赵福指出 数码化海源证不仅有利于海源文件的记录流程 而且在保护数据安全的方面 也采用了最新技术 部长表示 政府会推行这项措施为期一年 以便日后能够全面替代 用塑料卡制成的海源证 Dengan kerjasama Jabatan Laut, Malaysia dan inisiatif oleh Kumpulan Wang, Pusat, Perdagangan Laut, Praperancaran 卡 pelaut digital sahaja memudahkan proses dokumentasi pelaut Malaysia. Malah inisiatif ini bakal memulakan transformasi yang lebih besar dalam sistem kad digital oleh sektor kerajaan. Serentak memberikan penegangan kepada tersebut keselamatan data berlantaskan teknologi terkini. 陆兆福是在出席2023年全国海源日庆祝活动致辞时这么指出 另一方面,我国的航运领域依然面对着许多海员空缺的问题 陆兆福指出,一艘船需要许多的海员 而目前我国拥有6万艘登记船只 陆兆福鼓励年轻一代可以考虑从事海员这份行业 以推动国内的航运业 陆兆福表示,与菲律宾和印尼等其他亚洲国家相比 大马缺乏海员,因此我国需要更多的海员 此外,他也指出,成为一名海员是一项理想的工作 除了薪资待遇不错外,也具备职业发展机会 陆兆福补充,政府与相关机构 包括大马海事局,大马传东协会 大马海事专家协会等相关单位 提供各项训练与奖学金,以减轻学生的负担 他呼吁离校生,可以考虑从事海员这份行业 以培养出许多更好的海员 曾协助俄军的俄罗斯雇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发动兵变 不过,在白俄罗斯的调停之下,该组织与俄罗斯政府达成协议 停止向莫斯科推进,并且折返所属基地,以避免流血冲突 尽管如此,俄罗斯的局势依旧不明 我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出请身在俄罗斯 亚美尼亚以及白俄罗斯的大马公民保持警惕 我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发推文 要求在俄罗斯、亚美尼亚以及白俄罗斯的大马公民 通过电邮或拨打热线,向大使馆登记或更新最新资料 好让当局或政府能向国人快速传递相关信息 大使馆指出,正密切关注俄罗斯的当前局势 呼吁所有国人保持警惕和冷静 特别是置身在莫斯科、库尔斯克、圣彼得堡和富尔加格勒的大马学省 限制外出活动避免到拥挤的地方 同时,随时携带个人证件包括护照 而且要保旅行证件有效且容易取用 外交部长Dr. Shri Zambri也发推文透露 目前,大使馆正在与755名登记的大马人保持密切联系 并要求他们冷静,采取预防措施及留在屋内 无论如何,尽管瓦格纳集团宣布撤军避免流血冲突 但由于俄罗斯局势紧张 因此大使馆劝请计划前往俄罗斯的国人 推迟所有非必要行程,直到局势好转 为了在二零三零年之前消除强迫劳动及现代努力制 人力资源部宣布,我国正在加入联盟八点七 而人力资源部也把相关计划列为可持续发展性目标 方言在二零二五年及二零三零年 分别达成消除同工劳动及强迫劳动的目标 过去十二号,人力资源部长 在日内瓦的第一百一十一届国际劳工大会上强调 我国致力打击强迫劳动课题 其中包括修订一九五年雇佣法令 并制定相关法令第九十条B款条文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我国政府推出了 二零二一年至二零二五年国家劳动行动计划 这项计划的实施旨在表明人力资源部的立场 既坚决不向强迫劳动的一方妥协 Sivakuma强调,该部将继续加强执法行动 并与大马半岛劳工局合作 根据法律规定展开各种检查和打击行动 八点七联盟是一个全球性国际平台 旨在废除强迫劳动 现代奴隶制以及消除同工 目前加入该联盟的国家包括阿根廷 智利、尼泊尔和乌干达 为了解决柔佛新山苏丹阿米纳医院 以及苏丹伊斯曼医院长期以来面对的人力短缺问题 柔佛州卫生和团结事务行政议员林天顺指出 在这两家医院将会在下个月迎来210名合约护士 以填补空缺 林天顺表示新一批的210名合约护士 是即苏丹阿米纳医院和苏丹伊斯曼医院 早前的33名新护士报道后 所采取的后续行动 而当局将不时增派人手 填补职位空缺 林天顺是在新山苏丹阿米纳医院 集园医院非医疗物品后这么指出 目前这两家医院还缺乏2800名不同岗位的工作人员 随着大马即将迈入工业革命4.0及5.0阶段 前阵子通讯及数码部长发明 也率领五国代表团参与伦敦科技州 以提升大马在国际上的数码科技地位 而政府也耗资81令吉 致力将五国打造成优秀的数码化国家 中文字幕提升大马 經濟分析師 Brad Joye 補充 對於通訊及數碼部長即將在十一月 舉辦的二零二三年馬來西亞數碼博覽會 預計會吸引更多數碼經濟投資者 以探索工業革命四點零和五點零 進而提供就業機會給本地業者 技術機位置 電器 融機合作 電器 電器 融機 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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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aya mengucapkan selamat menyambut ulang tahun ketiga kepada seorang berita RTM. Terima kasih kerana menonton! Terima kasih kerana menonton! 美国著名时尚品牌寇池在我国马六甲成立了落成了以航空旅行为主题的精品店 并且设在一架已停役的飞机内 因而获得大马记录大权 成为全球首家747 230B款机型改造的精品店和咖啡馆 来看报道 说起空中购物 相信对大部分的人来说都是一件平常不过的事 不过要在陆地上进入机舱内购物又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呢? 我身后的这一架扣池航空就能给您这个答案 走吧 这一间名为扣池航空的精品店 设在一架已退役的波音747 238B款机型 是扣池打造的全新精品店 提到波音747就不能不提这款机型的威风事迹 这款有着空中女王美剧的机型 曾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航空标志 因此 今天的装盆设计都是依据当时飞机里的空间模拟出来 让连入电购物时能仿佛展开了一场70年代的空中之旅 虽然说这一架飞机是不会起飞 但是机舱内的所有设计和道具都是非常有心思的 而且呢 每一处都是打卡点 真的是能够让你感觉到是在空中购物 拍照打卡完之后 走入机舱的第二和第三部分 便是购物的区域Fly Install 相比国内其他扣池及舰店 在这一架扣池航空 您可以找到更齐全和最新的单品 包括衣衣 衣带 鞋子和首饰等 而且价格相对便宜 但最大的亮点还是莫过于全球独有 只限定在这一间精品店售卖的扣池航空系列产品 而限定款都会应有扣池航空的标志 除了打卡和购物 在这一架飞机内还是有了一间咖啡店 凡是在扣池航空消费 您就能享有一杯免费的空中名品 其实要打造这一间空间面积达4198平方尺的扣池航空精品店并非容易 爱化母沙名牌商城董事 达到流月亮透度 这个项目从采购运输和组装前后共耗时的两年打造 以便赋予这一架原本为后运飞机的波音747一个新的生命 从走路历史的空中女王咬身一变为零售女王 COSH花了很大的价格在这个项目上面 他单单把这个飞机做wrapping 已经花了差不多30万 然后整个项目应该花差不多1000万左右 然后最主要的是我们单单飞机 他整辆飞机过来都花了差不多50多万 这个COSH Airways有卖的一些产品只是这里拿得到 全世界没有地方拿得到 它是特别的产品 当然它也是有那些新的出品 新出品 暂时在其他的普通商店 在KL也是买得到的 不过我们这边有给15%折扣 它也是有给产品 就是off season的 它现在是给到45%折扣 现在这个COSH Airways是个pop up 但在看它的反应 我很有信心它会变成permanent store 这一架长231尺10寸 一站为125尺8寸的扣持航空 如今落户在爱化母沙名牌商城 营业时间回每天早上10点至晚上10点 作为马六价新旅游产品 想必扣持航空精品店将能进一步 带动爱化母沙度假村 甚至涉及礼望周边一带的旅游店 会2024马六价旅游年吸引更多的海内外游客造访 RTM代金航采访报道 被誉为哈萨克斯坦的国宝级歌手迪马西 昨天晚上首度来到我国开唱 而这也是他在亚洲的唯一一场演唱会 吸引大约6000名海内外歌迷到场支持 除了呈现家乡的音乐让歌迷听出耳油之外 迪马西还入乡随俗 秀出流利的马来语让本地歌迷倍感亲切 能够感受到他满满的诚意 下来透过镜头一起隔空 感受这场演唱会的气氛围 迪马西Dimesh Gotaburgan Life in Malaysia 演唱会昨晚在吉隆坡 五级加利尔亚通体育馆隆重引爆 演唱会一开始 迪马西以一身耀红贵气的 哈萨克传统服装隆重登场 带来摇滚味道十足的歌曲 Golden & Zaline 瞬间点燃现场气氛 首次来马开唱的迪马西入乡随俗 以马来语问候现场的歌迷 并感谢歌迷的支持 而歌迷当然也不忘记 给予本身的偶像热情回应 frågor 继续音声 我命中的客人 祝我戈来的 王院的 王院的 dalla 王伍滴 我的 goal 求你 在囡团的 这是一年 值得一提的是 演唱会中途 迪马西请出了表演嘉宾 也就是我国乐坛天后 Tato sui Siti Noha Liza 随后Siti Noha Liza 也为大家带来经典名曲 《不甘情的Biasa》和《尼玛拉》 令歌迷陶醉其中 精通多国语言的迪马西 也在演唱会上带来了 张学友的邱义农 哈萨克斯坦的名歌 《达地道》以及《Unforgetable Day》 等等多首歌曲 来到演唱会尾声 迪马西更是突然走到台下 和歌迷近距离握手互动 让歌迷激动不已 最终迪马西在一一不舍中 为三小时的音乐会画上句点 RTM报导 三年前的这一天 本台RTM大马电台电视台 推出了全天候运作的新闻频道 Berita RTM 而这个数码电视频道的推出 也意味着RTM与时并进 正式步入现代化数码化的广播系统 为了庆祝RTM新闻频道 迈入三周年 大马电台 电视台 总监索海米宣布 本台会在七月一号 为观众准备特别精细 电视机前的你 记得拭目以待 RTM新闻频道Berita RTM 是政府推出的首个高清数码免费电视频道 这个频道在2020年6月25号正式起播 每天提供25节的新闻播报时段 每星期12节访谈节目 5节财经新闻 以及两个杂志性节目 并提供不同的语言 旨在确保不让国内任何一个族群 被边缘化的同时 也让各族观众扩展视野 为了打击猖獗的假新闻 以避免人民被混淆视听 进而造成恐慌 本台新闻频道也在新冠疫情爆发时 推出BASTIKAN SAHHE 节目 旨在向观众输出准确消息 除此之外 在每晚8点的国语新闻前播出 为观众带来检疫新闻资讯 趁着本台新闻频道步入三周年之际 身为大马电台电视台总监的 SUHAIMI 也透露会在7月1号宣布一项好消息 并且大卖关子 目前本台新闻频道每天24小时 播出八种语言的新闻和时事节目 包括国语,英语,华语,泰米尔语 巴瑶语,杜顺语,卡达山语和伊班语 观众可通过MyFreeView123频道 观看新闻 好的,以上是今天晚间新闻的所有内容 我是陈辉锦,感谢收看,Salao Malaysia Madani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